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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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举个例子 我们先带大家瞻养到的 宋朝的王荣书居士 是一个国学的进士 道德学你非常好 他也留下一本好书 荣书净土文 这本书我们想要念活的人 就要得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们民国一代高僧 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印光大师 出家以后 就是有一次在赛经 从前那个经理要拿出来赛 在赛经的时候 偶尔无意间就看到了 这本荣书净土文 一看就不得了了 知道说原来念活彌陀佛 这样子的殊胜庄严无比 就发愿专修念活法门 而成为一代净土宗的祖师 你看看 一个净土宗的祖师 他是看了一位 这在家记事写的这个书 感动而来修行 而成为祖师 您就知道他这本书 好到怎样 印光大师 赢光大师赞叹为 揭引出家要来学我的 天下的第一本的奇书 这王龙书居士 就在这个净土文里面 彻底的把佛的慈悲 全部表露无遗 不管你是三教九流 各行各业 您都可以在你的那一个场所 那一个身份 来修念活法门 来往生极乐世界 他里面更有一个背说 准备的背 他说 我们 白天我们就给准备灯 好晚上的时候来用 天气还没有人 我们的准备衣服 好天气冷的来穿 还没有饿我们的准备吃的 好饿的时候来吃 他说 我们还没有 寿命还没到 我们可得准备 我们寿命到的时候 我们要何去何从 所以他说 何为去备 怎样来准备我们 时间到要离开的事情 修福修慧修净土 他不只是写书 劝人家来念活 他自己更是行解相应 医教 老实念活 一天拜 欧弥陀佛 拜一千拜 大家可以试试看 修行念活的味道 只有自己 真正的下功夫才知道 日刻千拜 我们连游里面 也有人日刻千拜的 时间一到就知道 结果要往生的时候 欲知实至 都不用生病 骗别亲友 很亲友告假的 我要往生了 不互相见了 我们极乐世界再见了 往生的当天 自己拜一拜 阿弥陀佛 拜完以后 念珠拿着 站着大声念活 就说 阿弥陀佛来接了 然后念活 立化 立化 站着往生 这往生立化的 瑞相 我们净土中 第八代主持 莲池大师 赞叹 这种立化 往生的瑞相 可以 照耀千古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人有生命 我们也有会命 我们有事业 也有道业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事业 会随着一起因缘的变化 而消失掉 可是我们的会命 我们的道业 可以远远流长 你看看 宋朝的一位在家居士 他的将念活往生的事迹 他的荣书净土 一直传到现在 还感动了民国的一位 出家师父 来修念活 我们成一代祖师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您就知道 我们这个念活的人 修行的人 成就道业 往生的可贵 近年来往生的很少 借此 呼吁大家好好用功 让活面有光 让我们圣贤路上 再添一笔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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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